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金修贤没有一条泡泡是白发的 前有志愿杰说要去尝尝最近新出的巧克力软糖 后有修贤哥一大早就更新自己吃零食的视频 最近蘑菇粒刚好出了新品 会是零食妖精松的吧 太多巧合了吧按搓搓的秀 对答案也对得太容易了吧 金修贤金志愿糖点 剧播完了同剧演员女主妈妈都还在课 后续还把评论制定 看了近年的Ince除了广告 唯一有自己配文案的一条不是剧照 因为剧里没有撑伞 而且Tag的地方还有一颗小爱心 Ince发了合照 大金并没关注小金 但照片Tag到小金还是要手写打上去 一只大金送了全组代言的羽绒服长款 唯独小金花絮穿的是短款 而且是男装款 两个人到底是偷偷穿情侣装 还是小金穿的就是大金的衣服呢 虽然不熟 但是会偷偷捏肩膀 小金吕要在同一天办粉丝见面会 EYESONYONE 而且当时大金FM第一场是在曼谷 但是他先官宣的是日本 大金日本跟小金的首饵是同一天 时间也一样 这个花絮现在被删掉了 好可哈 在掩盖些什么呢 并服里面有没有穿秋衣啊 不然会很烫 痴啰啰的关心 岳母又来了 在官方发的二人笔心和赵霞评论爱心 这是干啥呢 他现实中对我可不这样 意思是不是你分得清角色和本人 所以说小金对你不是这样的 喊卡后还拉着手 13.14集 秀贤更新因子了还是薰衣草田 是真的很厉害 大金说了德国拍摄的时候 去了动物园小金的staff也发了动物园图片 小情侣发的ins图片都一一对应 两人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发的ins 我觉得最用的还是大金发的界面会那个视频 那么大声小金的名字 他俩的糖点整本书那么厚 每次顶小金的大金真的很不一样 爱慕加行虚加期待回应 太喜欢这段明显小金不高兴了 撞到俩人单独在那边很尴尬 另外能感觉现实中 小金把大金拿捏得杠杠的 小金很有性格这种小动作的极限拉扯了 拍这段之前好像只有他们俩 然后大金还在弹钢琴 小金刚好从那边走过来 可能是教他怎么弹吧 真的这里奇奇怪怪 据说弟弟拿相机进来那课 小金正从大金那出来 遇到弟弟假动作了下 找沙发坐了下又起来 如果看当时的视频 感觉两人是被撞破了啥也都很意外 我真的觉得他俩为啥不敢对视害羞的不正常 金志愿和金秀贤自拍完《泪之女王后》 热恋传闻满天飞 CP粉们都恨不得他们假戏真做 这两天大金小金分别在韩国和日本举办粉丝见面会 难得的是两人还穿上情侣装 似乎在隔空放闪 真的很难不让人躲享啊 金秀贤和金志愿选在同一天不同地方举办粉丝见面会 已经让不少CP粉怀疑内有引擎 没想到这两天两人还频繁出现情侣装 在CP粉看来这举动无异于官宣 金志愿在见面会上穿了一件牛仔外套 和金秀贤拍摄宣传片时穿的款式非常相似 而金秀贤菜牌时穿了一件褐色格纹衬衫 第二天金志愿也穿了一套对应的去上班 不仅如此金志愿和金秀贤还交换服装 金志愿跳南团武师穿的黑色西装 对应《泪之女王》中白衔佑的装扮 而金秀贤则穿上对应鸿海人的白色西装 让粉丝都磕晕了 除了情侣装外 秀兵们还从两人的手臂晒黑痕迹捕捉到糖点 一口咬定大金小金一起去打高尔夫约会了 这两天金秀贤和金志愿现身时 手臂和手掌出现明显的色差 网友推测应该是打高尔夫戴手套 且手臂没有做好防晒的结果 这两个人以前没见过炒锅绯闻 尤其是女生每次私生活 简直茶屋刺人 我真的很相信 很期待他们在一起 有没有一种可能双方造型师私下串通 让他们不知情下穿了情侣装 FM上的牛仔服可能是造型师搭的 但是格子衬衫是他俩的私服 金秀贤是彩排和下班穿的 金志愿是上班彩排时穿的 前后只相隔了一个晚上 加上一样的白色内搭 牛仔裤 全套情侣穿搭 两个人着实有点东西 前期小金一直也没放过什么烟雾弹啊 大金这边操作一直蛮多的 不过到了后面 磕的人越来越多 金志愿也开始倒游了 双方对于恋情的不回应 恋情不回应大于一切 而且当十句播完已经两个多月 其他CP都在想着怎么解绑 只有金秀贤凭自己一己之力 和金志愿捆绑在一起 大家应该没忘记 金金恋情是怎么登上韩网热议的 格FM首尔场时间10月19 首尔场是亚讯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有的 格海多次提到首尔场是个秘密 在泡泡和机场记者问到的时候都有说 金志愿台北厂18点开场时 金秀贤几乎同时更新 EG距离金秀贤台北厂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天天是7月21日 天天是中国时间6点 且图片里面有台北 We support这张图还打破了格EG排版 本来应该是风景的 还有从台北厂开始 节演唱曲目有了类网Oast日记 大屏播放的都是咸幽海人的场景 音乐节事件 格的80多篇澄清新闻稿 和姐当天发EG的时间相隔了一分钟左右 当时是外网传的沸沸扬扬 小孩一家媒体搬运了这个事情 格这边立马澄清绯闻 可能会有人觉得姐发的是商务 5月的Cosmo 9月的Vogue 以及10月的巴莎可都没有发 双人在相近时间 手臂出现分层 金志愿在6月22 6月23 FM现场和粉丝一起听完雨声 金秀贤6.27更新一个内容 有一个视频里面是雨声 并且和前后发的云层天空不一样 曼谷玛尼拉如果没下雨的话 难道日本没有云层吗 刚看到一个水瓶座的男生 分析大金对小金的感觉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大金和小金的名字 分别改成金秀贤和金志愿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男生说的话吧 我的分析如下 我平常不看韩剧 但是这不太火 某一刷到了解说就去看了全部 确实好看 然后金志愿这边我就看了那个采访综艺 我就断定他肯定喜欢了 如果星座真的有说法 站在同为水平男的我的角度 我认为水平男普遍喜欢特别的 有反差的男类女生 比如一个女的长得很好看 情商也很好 很优秀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是如果看到一个人一直独自行动啊 话很少 反而会被吸引 前提也是好看 采访里金修贤就说了一句 他说第一次看到金志愿开会结束后 一个人戴着耳机就走了 被震惊了 我敢打赌 我有一般的把握 第一次这样一见面 金修贤就已经有兴趣了 因为戴入 如果是我看到这样一个女生 我马上就会对他有好奇心 然后拍戏的时候 如果那些花絮不是假的话 有发现这个女生看起来不说话 但其实很搞笑 也会有很多小表情 不说了 也就要开始试探了 但凡让我感觉到 其实对方对自己有意思 十有八九就拿下了 而且水平男暧昧期 倒想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 我跟我女朋友就认识了两个礼拜 我就是确定他百分百喜欢我 我就直接表白也不等的 没意义 现在在一起四年了 所以我的直觉就是 金修贤绝对喜欢金志愿 而且也是生理性喜欢 我一眼就看出来 还提到了关于精神病的 他说了两部剧都看了 然后花絮也都看了 他觉得大金不喜欢那部的女主 可能还有讨厌他的感觉 他说那部其实就为了对比 大金对两部剧女主的感觉 我看精神病的时候 还不知道女主的丑闻 虽然大金在里面超级帅 身材也超级好 但是因为那女主神经兮兮的感觉 让我看不下去 看到这位网友说的 小猫君也觉得越来越真实了 双方都护卫为喜欢 一拍即合了 那张如 dates 我看不下 红柄的黄 很敏